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爆料了 赵丽颖最新悬疑剧《在人间杀青》 第一首快讯来啦 近日 备受瞩目的演员赵丽颖在古装剧《在人间》中完成了她的角色拍摄 成功杀青 这一消息迅速在粉丝和剧迷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期待 赵丽颖所饰演的《假小朵》一角 在剧中充满神秘色彩 让人对剧情的走向充满了好奇 《在人间》作为赵丽颖的最新立作 自开拍以来就备受关注 赵丽颖作为当今影视圈的顶级流量小花 其精湛的演技和出色的表现力一直深受观众喜爱 而此次她所饰演的《假小朵》一角 更是让人看到了她不断挑战自我 尝试新角色的决心 在《人间》杀青典礼上 赵丽颖与《假小朵》角色的告别引发了观众热烈讨论 这部影视圈的焦点之作自开即起就备受期待 赵丽颖精湛演绎的《假小朵》角色尤其受到瞩目 随着《杀青》完成 剧迷们的热议不断升温 赵丽颖新剧《在人间》以《杀青》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这部现实主义立作中 赵丽颖饰演的《假小朵》 以其顽强坚韧的形象 深深打动了观众 网络用户打趣说 赵丽颖的新作品似乎正在酝酿中 令人期待她在影评上在线《假小朵》的硬朗形象 另一部分网友感慨 在人间的拍摄结束 意味着我们将不再有日常追剧的日子 让人感到惋惜 赵丽颖饰演的《假小朵》 通过最新木透小合集深入人心 该视频长达68分钟 揭示了她在片场的真实片段 她的专业表现和与团队的融洽互动 充分展示了作为演员的深厚功底与亲民形象 赵丽颖在视频中的各种情绪表现 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 或是愤怒或娇嗔 都细腻地展现了《假小朵》的内心世界 网友们赞叹她的演技提升 赵丽颖对《假小朵》的演艺栩栩如生 更有网友幽默地说 仅仅看了路透视频 我就急切期待完整版的《在人间》上映 赵丽颖在完成《在人间》拍摄后表达了喜悦 并通过社交媒体向剧组合粉丝致谢 她感激这次能突破自我 《誓言假小朵》让她收获 《脱风》并有所成长 观众们对此充满期待 希望早日看到她的新作品 除了《在人间》之外 赵丽颖还有多部带播剧即将与观众见面 其中包括《虎狼之路》和《乔妍的心事》等 这些剧集不仅题材多样 而且角色各异 充分展现了赵丽颖作为演员的多样性和可塑性 对于赵丽颖的粉丝和剧迷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幸福的时刻 他们不仅能够在《在人间》中看到赵丽颖的精彩表演 还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陆续欣赏到她在其他作品中的出色表现 这种期待和幸福 是赵丽颖作为演员所给予他们的最好回馈 微博引发热议 网友纷纷评论 赢宝加油 在人间中你的表演令人期待 另一些人则说 为假小朵杀青欢呼 期待这部剧早日上映 一度赢宝的卓越演技 赢宝 请充分休息 网友们期盼她早日回归剧组 赵丽颖在人间拍摄完毕后 她进入了短暂的休整期 但对于粉丝而言 这段时间似乎尤为漫长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 殷切期盼她早日回归 以呈现更多精彩作品 网络上有人戏言 赢宝似乎急切地期待 新挑战的到来 另一些网友则满怀期待 我们盼望银宝修整后 能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 我们热切期盼在人间的播出 一起见证赵丽颖演艺生涯的新里程 2.赵丽颖毫无排面 颇显冷清的生日的让多少内余艺人羡慕 娱乐圈常常被人们视为一个虚荣 视力的世界 但赵丽颖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另一面 作为一位炙手可热的一线明星 她依然与朋友们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这份珍贵的情意令人敬佩 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 赵丽颖没有被名利所蒙蔽 反而维系了内心的善良本真 她用实际行动支持和关心身边的朋友们 无论是通过社交平台给予鼓励 还是提供实际帮助 都充分体现了她的温暖和真挚 对于一个如此忙碌的一线明星来说 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关心他人 需要付出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这份友谊跨越了身份地位的差异 赵丽颖成为连接不同群体的纽带 用友善和善良的品格 化解了社交圈层的隔阂 从周磅、张碧晨到徐海乔、李浩飞等朋友们 对她的尊重和支持 都充分证明这份深厚友情的真实存在 在如今这个利益至上的社会中 能够保持纯粹美好的人际关系并非易事 但赵丽颖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另一种可能性 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 即使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 我们依然可以保持善良和正直 用爱心和同理心去温暖彼此的心灵 这份友谊不仅给予了赵丽颖内心的慰藉 也为社会树立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 她向我们传达的最深刻启示就是 无论我们身处何方 拥有真诚相待 彼此支持的朋友才是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应该从赵丽颖身上汲取养分 学会珍惜身边的朋友 用爱心和善意去对待他人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安全感 让善良与正义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 让友谊与信任成为生命的坚实 让我们一起学习赵丽颖的榜样 用真诚与爱去温暖彼此的心灵 收获更加丰硕美好的人生 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娱乐圈里 她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 让我们一起为之努力 赵丽颖的故事不仅在娱乐圈引起广泛关注 也引发了我们对人际关系价值的深思 在这个竞争激烈 追逐名利的环境中 她是如何保持内心的善良和温暖 与朋友们建立深厚友谊的呢 我们不难发现 赵丽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超高知名度 而产生价值或距离感 相反 她主动担当起乔良的角色 将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紧密连接起来 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 无疑体现了她内心的宽广和善意 即使在事业高峰 她依然时刻关注着身边朋友的需求 给予他们鼓励和帮助 我们可以想象 对于一个如此忙碌的明星来说 要抽出时间关心朋友的生活 无疑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决心 但正是这种无私的付出 让赵丽颖成为广受尊重的典范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什么是真挚友谊的内涵 正是这份深厚的友谊 让赵丽颖在追逐梦想和事业成就的同时 依然保持了一颗纯净无瑕的心 在这个虚荣功利的行业中 她没有被名利所蒙蔽 反而坚持着内心的善良本真 这无疑给我们这些常人 树立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 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效仿 比如 我们应该学会以开放 包容的心态去对待身边的人 用爱心和同理心去帮助他人 用自己的行动感动周围的人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找到内心的宁静和安全感 同时 我们也应该珍惜生命中的点点滴滴 用真诚与爱去温暖彼此的心灵 让善良与正义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 让友谊与信任成为我们生命的坚实 相信只要我们坚持这样做 定能收获更加丰硕美好的人生 从赵丽颖的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另一扇娱乐圈的大门 在这里 即使是处于事业巅峰的明星 也依然能够保持善良本真 与他人建立深厚友谊 这份珍贵的情谊不仅温暖了身边人 也为我们这些常人树立了 值得学习和追随的榜样 让我们一起为之努力 收获自己的幸福与美满人生 我们下期见